如果把汽车开上了天怎么办 这个大妈就做到了 当消防队赶到时 身经百战的队长也一脸懵逼 见过平时开车上路的 却没见过有人开车上天的 消防员们立马搬来充气垫 然后架起长长的云梯 因为这个巷子太窄 只能备远小花一个人上去救大妈 她顺着绳索慢慢地朝着汽车落下 因为汽车是正面朝下 小花从窗户处钻进汽车 她让大妈别紧张 大妈说自己也没做过坏事 为啥老天要惩罚自己 花音刚落汽车就动了一下 小花说得了吧 大妈你赶紧闭脉 可汽车还在不停失稳 情况越来越紧急 小花突然想到 只要把汽车天窗砸破 大妈就能获救 队长立马下令一栋充气垫 小花用斧头砸向玻璃 大妈稳稳地平安着陆 随后小花也跳了下来 突然情况变化 队员们赶紧拖走气垫 幸好能不能受伤 大妈一脸惊魂未定 队员们也心有余悸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大妈 是怎么把车开上天的吗 原来大妈在路上开车时 突然遇到一场龙卷风 大妈使出飘移掉头就跑 可龙卷风就想盯上了她 大妈非常害怕 一个广告牌咔嚓落下 挡住了大妈的去路 跟上来的龙卷风似扭而来 请关注丸蓝 爱你呀